2月15日,第15届洛杉矶旅行和冒险展在洛杉矶会议中心拉开眉幕 作为全美最受关注的旅游展之一 今年吸引着包括美国、中国、韩国、日本、巴西、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来自世界各地百余家旅游同行及相关业者参展 向旅行爱好者们推荐超过350个大众小众的全球旅行目的地 同时,各大旅游公司和旅行计划服务商也推出了包括运动旅游、生态旅游、历史文化旅游、活动及冒险旅游 在本年度的旅行和冒险展上,中国驻洛杉矶旅游办事处推出了美丽中国的宣传主题 向世界民众展示了一个风景秀丽、历史丰富、文化多元的中国 此外,近日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也奔受美国民众的关注 大家纷纷在中国展区特赦的祝福墙上留言为中国加油 传递出大家对中国民众的关爱 相信中国一定可以齐心协力、战胜疫情 这是我们连续第13年参加这个洛杉矶旅游展了 今年的宣传主题还是美丽中国 因为美丽中国一直是我们这几年来推广中国文化旅游的一个主题口号 我们更希望的是给大家展示一个中国团结自信的形象 我们想给大家一个信号 就是说困难的疫情一定会很快过去 过去了之后还是希望大家能到中国来旅游 中国依然欢迎大家 此外在当天的旅行和冒险展上 还有众多旅游达人和旅游行业的专家 在现场与大家分享旅行经验、旅行攻略等话题 反响热烈 魅力中国记者现场报道